带着中国首富的光环在全世界四处勾兑渗透 马云这个曾经的首富 最先在中国讲出了大数据的概念 然而中国百姓不知道的是 这个大数据早已成为了中共监视 囚禁中国人的戾气 马云是中共最大的帮凶之一 他犯下的恶一定会遭到审判 更何况他现在已经被死神的光环笼罩 马云真正他就是世界上商业的巨大的骗子 他的未来被国际审判 被中国人审判 这已经不容怀疑 他的截击比肖建华比安邦还会惨 因为他是国际上那个政治经济 以及是一个大数据 利用大数据违法犯罪 换取和盗国贼交易的这么一个红色的商人 但是他出事的杀人的背后 实际上是与政治勾结 盗取别人隐私 助长盗国贼统治和压迫十四亿人 甚至是影响全世界的安全为代价的 结果从他参与的各种大数据 和他所有的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 和在世界上和世界上和政治这些头头们领导们的联络 他在执行到中国以商养情 以商统析 同时以商掩盖情报系统的这个目的 这是他真正的马云的身份 而且马云利用这些身份 获得了中国政治上的保护 同时在政治上又得到了 各个利益集团的诉讼利益的 这个中国的法律的所谓认可 있으损访者不知道 都是什么 有 怎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